六十多岁阿姨在北京打工 每天收入多少 阿姨直言还是养闺女好 咱们听听阿姨怎么说 您多大了 什么 听我说了 贵我修了 赶劳费给一百块钱 您是哪人 一个月 咱们卓州的 卓州的 交工粮还得捡好的 你们要还得花钱买的 咱们得交工粮都得什么 是 捡好的交 来的还不要 到现在 是 管谁要钱呢 来看没多长时间 就来北京 你那老伴呢 老伴没了 您这老伴什么是没的 没十年了 没十年 您这几个孩子 两 一男一女吗 俩儿子 我拿 您这说话够硬气的 俩儿子怎么有硬气的 那么儿子不管吃谁 喝谁 儿子吃肉的呗 那儿子每月才补助补助呢 得补助 那妈儿子他不养得这么多 那您儿子 五个儿子给买的 那您儿子结婚了吗 俩儿子都结婚了 那您这年轻时候好费 您这儿子付出也多 那 我们也 付出 付出行吗 这父母 是 就得付出了 又得给儿子买房吧 付出付出 那又回报 到那边农村都是去咋盖房 自个儿盖房 那也花了不少吧 这还想花得了 是 提搬得要二三十万 二三十万呢 我们盖三层 两儿子也合六十万嘛 对啊 每个儿子六十万吗 你儿子六十万 两儿子一百多万呢盖那三层 就给儿子当时结婚用的 不是 先盖也盖着 那边就盖 咱们在那边建百房 有瓦房 是 他们结婚了 现在都走路去了 都盖路了呗 是 那您这儿 现在都包二大孙子了 我们那小孙子还大 还一专那儿呢 还有那个物业公司 都十五了 我们这儿 哦 小孙子都那个 大儿子那孙子都二十五了 那面能好好孝敬您 他不孝敬不养着 都得养呗 是 不够买面 买米的板子要呗 是 去哪儿挣点 不够带滚汤要呗 那您干这个工作 来讲每月收入能达到多少 哎 收入多少啊 没多少 你得搭设你的养老费 一天一百块钱 哦 就是说您这一天是一百是吧 哦 那您这干的活工作量也够大的 不管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我们四点多就得给他做饭 那五个 一站一百三十里的 哦 您住的地 这一站一百三十里的 我今天回忆 不管 今天就住啊 我说吃啊 吃哪儿单家呀 您的意思就是 两人俩儿子都不如两俩闺女 那什么啊 呵呵呵 那就是 要搞什么 还是